中半山是香港的传统豪宅区 为港岛四大半山片区之一 位于香港公园及香港动植物公园的上方 是香港最富有的地区之一 据2021年的数据 中半山的家庭每月收入中位数达到104,160元 整个区份大部分单位实用面积是超过1,000呎 有不少是超过2,000呎以上的单位 只有雨时大厦提供300-400呎的小单位 中半山地势较高 同时在雨时以下 大多数情况高层的单位会望到为港的开景 所以不少大单位的价格与山顶区可以作比较 住在这里的居民都是非负质贵 当中包括董建华、叶乐淑仪、李兆基等人 而今天看的大景源位于中半山 旧山顶道17-23号 发展商系新鸿基1991年入科 拱有5座提供408个单位 实用面积由1513呎到5549呎 而今天看的就是屋苑入场最小的单位 实用面积1522呎的三磅套 我们看看 进来是箱子门 转左手边有一个厨房 厨房就分为两边工作台面 桌面有很多空间有很大 有几线大窗 通风和采光都一流 后面就是储物间和供应房 户主也放了一些干衣和洗衣机 后面这扇门就去放房车和垃圾房 这里是一个L型的场厅 空间很宽宽 而且有一线大窗可以做到引颈入室的效果 看出去就全山景 如果这里再高一点 应该会瞒到维港开景 这边就是厨房 基本上好企丽 用浪浴的 转进来就是两间睡房 就算是小的睡房 空间也偏大 这边就是主人厨房 户型很方正 空间够大 进来有一个窗台位 看出去就全山景 主人浴室好企丽 基本上豪宅的五件套有齐了 整家屋就看完 现在三房套 业主的放售价是6200万 你们觉得是否值得 今天时间就到这里 我是Louis 我们下期见 拜拜